嗨 爸爸 早 嗨 小朋友早 67岁高龄走进学校 黄敬鑫当起教育之工 是团队唯一的大爷爸爸 爸爸妈妈嘛 还有你要感恩谁 有谁 亲戚 老师 对啊 你如果有感恩的心 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在孩子面前 魅蒂完全不输故事妈妈们 而走出教室转变身份 这里固定 这个工堂 那个老板都很注重环保 那他都给我们分裂好 像这个都是打包 打包的外面的包装紙 投入慈祭 匆匆24个年头过去了 一路走来多重身份 多重角色 贴近师父心 天天清晨连线 熏法香 越熏信念越单纯 我真正的感觉到 上人说的 人生只有使用钱 没有所有钱 那感恩上人 创造这个慈祭的大五天 让我有修我们修会的机会 虽然李师父那么严 可是你们熏法 如在师面前 今生的记忆 那样的习性 上一辈子的 熏陶下来的 那个习性 你熏善的 他这一辈子来 也心倾向善 为了弟子会命 上人天天说法 一心一意 希望佛教正法 广心燃间 以菩萨道 进化真心 安定社会 大一新闻 小智姐 吴国轩 桃园报道